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设台北到花莲报道 三十年过去不改初衷 今天的慈激五十专题报道 医师们细说从头 全国泌酿科协会首次与国际接轨 花莲慈激医院泌酿科主任郭汉崇 以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的身份 邀请八个国家八百多位医师到花莲做交流 我们有请了很多高手来做这种手术 并且示范当场跟我们的学员可以做互动 台湾普科医学会联合四大医学会 在花莲举行模拟手术 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场 医师身上医师他可以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 可以说从容地来学习 医界人才远来取经 精进医术 然而回首当年 其夜时却没有医师愿意前来 招募医副人员的时候 只有两位牙科医师他来应征 我非常感恩现在的慈激医院的陈院长 他就在我们那么困难的情况之下 是他挤着手说要来找我在中央走廊 他说你要找医生是吗 我是骨科的 我愿意去你们那边服务 唯有唯一一个只有他 是主动来找我说要到慈激医院来 陈英和当时是台大医院外科主任陈凯模的学生 与台大医院建教合作 暂时解决企业时找不到医师的困境 两年后更有11位台大医院医师加入 当年35岁的郭汉崇医师 帅气的要和慈激签下30年合约 我在这里很愿意说 有大家的同样 变成逐渣世界一条 真正的金 总共有我们逐渣世界一条七万 我们逐渣世界一条七万 我们逐渣世界一条七万 比我们逐渣世界一条七万 我们那时候是35岁 那小时候65岁退休 三十年我们就签个约 那就很好爽地去找副总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让已经留在医院工作的人会更安心 知道说留下来的选择是对的 看一下你的病 那个小病的情形 有尿然后一紧张 然后就又尿不出来 然后就尿不出来 他现在左边的肾脏是都很好 觉得对的还有益词的妈妈 益词一出生就有排尿问题 他独排众议 决定把孩子留在花莲治疗 他跟我说他分析得好详细 然后就片子看 看得很仔细 所以当下其实那时候我的感觉 就觉得这个医生让我觉得 有一种感觉很放心 一路细心呵护 益词在花莲平安长大 今年大学要毕业了 我很庆幸花莲有一个医生 像郭医师这么好这样子的人 真的 说实在我那时候已经是很厉害 他们他妈妈不知道 所以说他们如果去台大 可能他一问人他说这个人 已经是台大最厉害的年轻医生 跑到花莲去 来到花莲的医师 都要有一份舍我其谁的自信 湾山慈济医院院长潘永迁 当年就是特地从西部来到花莲 向陈英和拜师学医 常常碰到事情 不晓得怎么解决的时候 就回想以前陈院长是怎么解决的 果然就是一个答案 完成组织医师训练 能读当一面时 他没有回到台北 而是接受老师的委托 来到更偏远的关山 我13年来在花莲 在台东关山 13年过年都没有回家过 13年没有吃过年夜饭 至今有心的医师 愿意留在东部依旧难得 但留下来的 从黑发行医到白发 回眸过往不悔初衷 使命感所以要使命感很强的 才能够留在一起的 你就在这个地方你是一个 自己能够努力去拼出自己的未来的 我喜欢讲的是以病为师四个字 真的是我在向他们学习 没有经历这些个案 我也不会 他们强迫我成长 我喜欢埋优医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